草 西江大怒 一时间终日双语的脏话连绵不绝 这他妈吸引火力全靠有军 锅弩你可以的 等老子回去就把你屁股下面那一堆脏事写成信给罗马送过去 看看执法关门到时候会不会放过你 在狂奔之中 怀尸甩手 劫灰烟雾但好像不要钱一样向着四面八方甩了出去 不断有浓厚的烟雾声腾而起 其中关键的耗材便是他的血 反正只要在上野公园里 他就有近乎无穷的生命力可以挥霍 自然不会抠这几百cc的血 瞬间整个公园都变得乌烟瘴气 可留着袁兆冲上前去对付那些升华者 怀尸潜伏在角落 竟然蹲了下来 王八蛋你干什么 袁兆大怒 这时候你还滑水 你是不是人 等一下 我搓个大招 怀尸仰头喊了一声 瞬间趴下 便感觉到枪林弹雨呼啸而来 根本不敢在烟雾弹里露头之声了 乱战之中 袁兆却如鱼得水 天马圣狠所带来的能力可不是二段跳 而是万象通行的恐怖天赋 简单来说 甭管能不能割脚 只要看得到的地方 袁兆统统能够如履平地一般的站上去 甚至还能够短暂的踏空而行 机动性强得吓人 而且还是立体的 要不是不远处那一根被严防死守的铁桩子不断拿光照他 跟牵绳子似的 他早就跑了 而且他进阶二阶的时候 袁家可是拿出了珍贵的材料令天马本身的品阶产生了蜕变 直接呼应了传说之中的神马的炉 一旦启动圣痕 除了化龙入水 近乎水盾一样的能力之外 他的抗性高的要命 不吃一切减速bof 饶是如此 在围攻之下 他也不敢稍微放缓一丝速度 不只是西江这群人的颤抖 还有隐身在空气里伺机偷袭的那七八个升华者 凭借着暗金级道具 他们根本不怕任何探查性的遗物和天赋 没人找得着 只有在开枪的瞬间会显露出一个隐约的轮廓 况且 这可全他妈是升华者 能够在边境雇佣兵这一行里活下来的 没有一个水祸 谁没有两手绝火二啊 靠北哦 小白脸 半空中 圆照一个二段跳家翻身 夺过了扑面而来的火龙 怒吼 你再说我就真挂了 天空之中 轰鸣迸发 赤红的箭矢如导弹一样呼啸而至 自横扫的枪尖上炸裂 圆照到飞而出 我好了 一个人影骤然从浓烟里跳了出来 肩扛着一个热水瓶大小的东西 凌空跃起 自空中转身 将沉重的热水瓶骤然向着铁桩的方向甩出 在隐形之中 有一个升华者下意识地抬起了狙击枪 想要扣动扳机 旋即听见郭奴慌乱的斥令 不要开枪 晚了 怀尸自空中转身 现弹枪已然合拢 对准空中坠落的铁瓶 扣动扳机 据响中 怀尸手臂一阵 无数赤红的弹珠自枪堂中飞扑而出 转瞬间 将薄弱的锡质平身撕扯成粉碎 其中带着金属光芒的液体荡漾着 凌空扩散 向着大地如雨一般泼洒下来 旋即 被钢珠上火热的力量点燃 赤红色喷发 在低沉的轰鸣中 厚重的气浪骤然扩散开来 燃烧的火雨发出怒吼 千万点粘稠的火焰从天而降 将护卫在铁桩之前的升华者们笼罩在其中 那是怀尸耗了大半原制所锻造而出的炼金产物 液体金属燃烧弹 拉美西斯之怒 法老王的愤怒如火雨 瞬间带着上千度的高温 泼洒在了每一张错愕的面孔之上 如同孵骨之躯一样钻向了雪河骨的深处 将一切烧穿 带来哀鸣和痛楚 惨叫声骤然爆发 怀尸不顾虚空中骤然浮现的那些轮廓的围攻 落地 踏前 羽部冲撞 硬顶着最前面的那个人影 向前 轰 剧烈的冲撞之中 阻拦者手中的刀被怀尸的五指握紧了 斩掠了那一层仓促之间凝结出的铁片 鲜血淋漓 而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然后他看到了 怀尸骤然跃起 践踏在自己扬起的面门之上 羽部的力量再度爆发 带着撕裂筋肉的痛楚 无与伦比的速度碾压在了他的面孔之上 脖颈断裂的清脆声音响起 而怀尸 已然向着火雨覆盖之处飞出 踩在一具燃烧的躯壳之上 向下的倾倒之过程中 线弹枪对准了燃烧的头颅 扳机扣动 雪色飞蹦 剧响过后 怀尸已经踏着残躯落地 向前 不顾那几个忍着痛楚围攻过来的升华者 向着铁装斩下斧刃 破空的巨响再次从天空中迸发 银色的箭矢从天而降 如幽灵一般的急速 在怀尸仓促的躲闪之下贯穿了他的锁骨 撕裂开一个惨烈的大洞 腐润无力地在铁装之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斩痕 紧接着 主持着铁装型边境遗物的升华者 不管不顾地将燃烧的双手按在铁装之上 光线再度连接在怀尸和圆罩的身上 重力倍增 两人的脚步一致 背后刀剑破空的声音响起 带着猛毒的虚无之剑向着怀尸的后背斩落 怀尸面无表情的仰手 向着铁装后的升华者抛出了手中铁胆大小的银球 任由剧毒之剑穿身而过 剑刃所过之处 血肉撕裂 浮现出一道极细的斩痕 明明是虚无的剑刃 可是却给内脏和圣痕带来了剧烈的痛处和伤害 他猛然向左踏出一步 收缩身体 藏在了身旁升华者的侧身之后 紧接着 轰鸣爆发 怀尸抛出的炼金炸弹已经轰然爆裂 在极近的距离之内 无数铁片呼啸飞泵 瞬间将主持一物的升华者变成一具千疮百孔的尸首 而靠着人肉盾牌夺过爆炸的怀尸依旧感觉到眼前一黑 手榴弹的威力在近距离爆发可不是清风拂面 就在瞬间的恍惚里 他本能的自踏步中转身 手中的斧刃横辉 向着刚刚偷袭自己的升华者斩出 炸弹铁片的袭击之下 手持虚无毒箭的升华者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下意识的无脸 紧接着 就感觉到下半身一凉 腰斩 疯狂抽取着上野公园内生机网络中的力量 怀尸背后抹了一把银血药剂 强行维持着作战的状态 不顾内脏已经泛起了暮色 他抬头 仰望着远方高楼之上那个搭弓射箭的升华者 猛然抬起手 向前跨出一步 自抬起的手掌之中 辉煌之光浮现 缠绕着锁链的悲敏之枪随着怀尸的咆哮 踏前 和甩手 如头枪一般向着数百米之外的高楼破空而去 高楼之上 持弓的升华者先是一愣 下意识的想要躲闪 然后忍不住冷笑 偏了 完全没有准头 就算自己放着不管 那一把来势汹汹的头枪也只会落在自己几十米以外的地方 紧接着 他瞬间开弓 拔出一只苍白如海骨的箭矢 准备抓住机会给怀尸一个狠的 却看到破空而来的长枪之上 骤然有一道锁链飞出 猛然 拴在自己的脖子上 啥玩意儿 原质冲击扩散 他脑子停顿了瞬间 紧接着 随着锁链的收缩 偏离轨道的头枪校正了自己的轨迹 在破空的巨响里 捅在了他的脑门上 啪 太阳天倒下 金小盼落地 而怀尸 已经向着周围浮现的轮廓甩出了自己的斧刃和长刀 以美德之剑挡住了背后的弩剑 自围攻之中寻觅到了短暂的空隙 向着面前的铁装 抬起了自己的拳头 握紧 叙事 然后灌注原质 山鬼的火焰被压缩在五指之间 随着猛然的握紧 便迸发赫赫雷鸣 这是全神灌注的一击 鼓手 轰 自巨响之中 怀尸的趾骨寸寸断裂 左手的小臂干脆利落地骨折了 而铁装上的裂痕 在剧烈的震荡中 已经如活物一般的增长 扩散 瞬间笼罩了全身 最后 轰然破碎 束缚着两人的光线不在 天马瞬间轻松 不顾西江的纠缠 袁照应吃了一枪 狂奔而至 扯着怀尸的后领 铁骑奔腾的声音瞬间迸发 向着密林的深处几尺 他们要跑了 郭奴瞪大眼睛 想要追 却听见身旁的冷笑 跑 铃鱼把弄着手中的小人 跑不了 啪 清脆的声音里 小人的小腿骤然断裂 自狂奔之中 圆照一个亮呛 腿部已经浮现出一道深可见骨的创口 骨骼之上 裂系扩散 亮呛滚落在地 怀尸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了看地上的圆照 又回头 看向身后紧追过来的西江那群人 十几个训练有素的升华者 用脑子想想都知道无法力敌 他叹了口气 低头向着圆照道歉 刚刚多谢你救了我 但是 抱歉了 你不该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的 他扶着树干撑起身 几个呼吸之间 强行抽取着生机 将伤口愈合 就是手臂的断裂依旧没有好 但已经足够跑路了 圆照翻眼瞪着他 想要骂人 可是没有说话 心却凉了 妈的 就当把人情还给这个小白脸吧 算你少爷瞎了眼 就在恼怒之中 他闭上眼睛等死 却感觉一道锁链骤然拴在自己的腰上 紧接着 收紧 将他扯起来 随着一声稀绿绿的嘶鸣声 落在了马背上 我不正直就算了 这个小鬼这么重二 应该满足条件吧 怀尸冲着美德之剑呼唤来的白马笑了笑 白马冲着他翻了个白眼 爱理不理 可是也没有把背上的圆照掀下去 走吧 怀尸毫不客气第一巴掌拍在马屁股上 带着这个小鬼随便去哪里都行 越远越好 白马长思 头都不回来看他一眼 在圆照愤怒的怒斥声中 狂奔而去 怀尸回头 迎着远处鲤鱼恶毒的目光 咧嘴笑了笑 向着他勾了勾手指 嘴唇开合着 向着他深情呼唤 阿姨来玩骂Tilda 鲤鱼愤怒的咆哮声响起 他微笑着 一步步退进密林的阴暗里 咧嘴唇